第一位我们要请的是黄议员柏林咨询 时间45分钟 在黄议员咨询之前 我们先介绍今天旁听席坐满了 国内优秀的大学生 由一所大学的刘洪生教授所率领 政修科大周国中老师所率领 高雄医学大学济福音科大 许嘉云同学所率领的 所有同学们大概有一百多位 在我们的旁听席请现场的市府官员 跟议员同仁掌声欢迎他们 谢谢黄柏林请咨询45分钟 谢谢主席市长副市长 各位市府局处长好大家早 那市长我想本期这12年来 担任议员一直以幸福高雄 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而努力 那无论是过去这几年 对高雄的财政以及整体城市的竞争力 我都很努力在推动 那事实上这两年我想高雄市是唯一 六都里面唯一连续两年人口负成长的 那其他都是正成长 只有我们连续两年 那我想我们一直在推移居城市 可是为什么移居城市越推 每年一千多亿的资本们 的我们的整个总预算花下去 结果我们的人口数不增反减 而且去年前年都减 那一定是某一些问题出了 缓解出了问题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让很多人年轻的愿意来高雄打拼 愿意很多甚至退休的愿意来高雄 安居乐业等等 我觉得我们一定什么地方需要被改善 那我想我今天一开始先设定三个点 就是说我希望市长能够要向中央来 称取三个大红包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五二零那个蔡英文总统就职 我也发了一个新闻稿 我说祝贺他就职总统 我想一个新任总统的就职 应该全国国人都应该给予祝福 但是就职只是挑战的开始 我们未来应该要做什么 我觉得站在一个高雄市议员的立场 我一定希望市长有三个红包 一定要向中央要 第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重启自由经济示范区 经济的大红包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高雄这几年产业一直没有办法转型 因为我们没有大型的产业在高雄深耕 那么我们都是靠那个微虎小型的 有做 但是我也看到我们金发局等等很多局处 我这个价位吸引三万的 那个价位吸引一万的 问题是我们的总人口在下降啊 那到底吸引了什么样的人 没有一个很突破以及具体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经济的大红包 在谈自由经济示范区 第二个我们要谈什么 财政的大红包 我想各位市民都了解高雄市政府的负债现在逼近三千亿 那如果换一个角度 利率1%一年就要付30亿的利息 所以各位只要看报纸有一天高雄市 你只要看到那个基准利率高到3%那一年高雄的资本支出啊 大概就少得很多啊 因为1%30亿嘛 那3%就90亿啊 所以这个财政的大红包 我觉得市长应该要积极来努力 第三个叫生活的大红包 那我想很多高雄市民也了解 目前高雄状况高房价低薪资啊 那薪资的部分等一下会再说明 那这三个红包应该怎么样 来先跟市长说 第一个希望重启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么市长四年前你也说 希望中央早日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么520就职的时候 马英九总统就职 也就是四年前的现在 他表示要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 你也表示赞成 事实上我也看到事务要努力做啊 我也跟李永德副市长 我也到韩国一起去考察过 韩国好几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我知道金发局也有专案在研究如何推动 那么高雄当时有很多相关局处 也都有推动小组 你在这个报纸 你也公开说自由时报 自由经济示范区 然后希望是高雄发展的契机 市长你也这样觉得 而且要提升城市竞争力 接着那么三年前行政院通过 通过了自由经济示范区的特别条例 而且要送审 那么在2013年12月26 行政院通过了这个草案 那么希望以自由化市场化开放为重点 营造我国对外 签国际经贸协定促进产业转型 及推升经济成长等 然后让台湾成为一个自由经济岛 那我想这个是行政院当时通过的 可是这个案子 那么市长你也在这个2014年5月20年 你也说希望不分党派的议员 立委 因为这是中央的法令 希望能够推动 这是你在自由时报上你的发言 接着 那可惜啊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条例在立法院都没有过 那么 呃 律委备战 陈廷飞评级 自由经济示范区 是空白授权 所以他 他们就极力反对 所以就没有过 所以目前的现况就是卡在立法院 那么在这里 那么 目前民进党完全执政了 无论是中央地方 甚至立法院都是 那么 在这里 我站在高雄市民的角度 希望高雄整体发展要更好 我希望市长 提出民进版本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只要条例能过 对高雄能够好 我想都是我们共同要去努力去推动的 那么 高雄也没有时间在等啊 那么我也呼吁 市长能够发挥你的影响力 是不是能够早日 让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条例能够通过 让高雄真正的能够朝向一个自由岛 能够一个境内关怀 能够在产业发展上 有更大的突破 这一点请市长答复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言 那我完全同意将来 高雄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自由经济的示范区 一开始马总统的承诺是高雄是唯一 不过后来变成六海一空一眼区 这样的话 如果到处都有自由经济范区 就是定义没嘛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今天新的政府以五大创新产业 对于高雄港的规划 那我觉得黄议言有很多好的意见 我认为为了经济的发展 发展还有人民能够幸福 当然部分党派 那我会觉得你都好的意见 市长我说可以提出来民进版本的自由经济 都没有关系 怎么让高雄能够进步 就是我们要努力的 就是说我们的港区 我们的港区是要怎么发展 是由现在怎么发展 或者是跟现在中央的五大创新产业 到处高雄是要怎么做 不过去的被当自由经济示范区 是空船 结果跟平坦是没有 这样我们一起努力啦 市长所以你也同意这个看法 我也拜托你话 我会影响力赶快来做 我会跟经济部跟交通部这个部分应该 说高雄港未来的发展 是怎么对高雄更好 高雄都没有新的三业 中央对高雄是要怎么发展 这个部分我感觉 我们会非常严重 基本上你也同意本期的看法 只是细节上方向该怎么走 还要再大讨论 是不是要做有经济示范区的 自由经济 现在也有平坦啦 现在很多国家 有些未必那么成功 但是怎么样子 把高雄港高雄需要新的产业好的发展 我想我的意见跟黄波瑩 这个方向是一样 市长你请坐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说 赶快协调中央来提出高雄市 就说民进党版本也好 对高雄有利的 只要能够通过能够创造产业来 我想都是好事嘛 所以我在这里这样呼吁市长 那我想过去就是救政府努力不够 所以才被换掉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更积极来推动 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要提到高雄需要一个财政大红包 那么我要请市长要发挥影响力 来终结这个高雄负债的问题 事实上我也让市长看到 这个比较小 比较模糊 我也念给大家听 那么这是这一次财政局来议会 那个施政报告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目前我们高雄是累积未长余额 未长的就是说我们实质的 那么总预公债借款的话是2228亿 然后捷运基金是160亿 这两个加起来是2389亿 那么不受限债务未长余额有469亿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一年起以下的250亿 事实上那一张你现在看到的是4月底 那个我们从财政局网站download的 但是里面有一笔没有对清楚就是 不受限债务上面写253 可是你们来给我的是469 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在 这边显示2890亿跟3000亿之间 那我跟市长也跟你报告 这个债务像吸血鬼一样永世不灭 除非有人要来买单 不然我们永远都要付利息 市长你也知道高雄市在20年前 我们一年的资本门大概有25% 可是我们这两三年来 我们的资本投资大概只剩15左右 15正户1% 那这15%里面 如果我们用涉解100亿概算来讲 大概有7到8%是借来 所以造成如果有一天 我们不能借钱的时候 我们真正有能力的资本门 大概存8% 那我们要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 那应该怎么来面对 市长你也过去说 我们高雄的财政问题 中央提供资源变少 南北补助不公 及中央政策卑债的结果 事实上我站在高雄市议员的立场 我当然希望 中央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补助 能够把债务降低 能够让城市发展 这是我所忠心盼望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很诚挚的 希望市长能够发挥你的影响力 就是说谁的错都不重要 重要怎么解决问题 那么我希望市长 能够向中央来争取财政正义 就是过去 包括议会其他党团也说 中央应该给高雄818亿 比过去这八年来 然后该给的没给 然后还有一个325亿等等 就是说县市合并短差818亿 再加上劳健保补助差额325亿 那么这样子加起来 比合并前总共少了818亿 这是第一个818的来源 就是统筹分辨税跟一般性补助 及计划型补助少的 那么接着市长也说 台北然后跟高雄 我们有跟劳健保补助的差额有325亿 这两笔 这都是我们从电视摘露下来 我想市长也在议会也提过这两个 报章杂志也都有报 那么市长 我们要怎么向中央争取这个财政正义 如果中央应给而没给 那我觉得我们理应去力争 因为这是大钱 如果这1000亿给高雄市 我们一年可以少掉10亿的利息 那这10亿的利息 我们可以去做很多 资本性的投资去发展很多的产业 那如果中央应该给而没有给 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距离力争 那么现在市长你也知道 现在也完全执政了 那有关财政正义的问题 我感觉不是过去寒寒而已 过去在这里记者会开开的 民态发发的 人家没有结论 我跟市长报告 我也为了这件事 我也行文行政院主记总组 他是说那个点认定的不同 不过那不重要 那个都过去了 那都过去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在这里 我也再一次的 希望市長 發揮你的影響力 只要我們有道理 我覺得中央應該補給我們 這是我感覺得 對我來說 我看到的就是 未來如果這一千億能夠回給高雄 我們的公共債務降低 我們的餘額增加 我們的每年利息支出減少 資本們投資可以增加 對我來講都是幸福高雄 應該要做的 所以在這裡我也希望市長 針對這個財政正義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也應該要有做法 不是過去我們在記者會 東團妹妹的 就尊都說不是這樣 我也希望市長能夠具體的 比如說帶著市集的立法委員等等 發揮你的影響力 我們要跟他講 過去你欠我們 欠給我們 我們都要把他拿回來 來降低我們的債務 我也跟很多高雄市民報告 高雄市 為什麼我這麼多年來 這麼在意債務 因為利息會吃垮很多東西 我們過去我們下一年大概30億的利息 這30億你看可以做多少事情 如果我們30億放在學校改善所有資本投資 我跟你講很多學校的廁所 很多學校的安全都可以獲得很好的解決 如果這30億擺在經發局 我們來發展經福島這些相關產業的提升 我們可以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可以讓很多的工廠很多的公司資本投資 欠很多人 然後因為有工作機會 領社會福利的減少 然後因為這樣整體稅收增加 他會形成一個正增強 我相信高雄會更好 所以這幾年我在高雄我們在議會我提出一個減債 那也得到市長的同意啊 所以我們每年你看從改制左右那一年借150億到去年 我們已經首次低於100億 但是市長100億也是100億啊 還是很多啊對不對 那第二個我們也提出一個 我們怎麼去讓這個債務能夠更有效 所以你看利率各位已經很努力在做 能財政手段能操作我相信已經快到極限 那接著我們怎麼去創造財源 那才是我們要做的 所以針對這個財政正義的部分 包括中央你們認為應補沒有補的818億 包括這個你在那個媒體也常常講 就是勞健保那320億加起來剛好1143億 市長你有什麼看法 請到 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謝謝黃議員 謝謝黃議員 我想過去8年減少818億 中央是說是99年的標準 那我們高雄市認定是100年 99年到100年 插合鋼 我知道 就是99年12月25 跟100年1月1號插合鋼 插合鋼我是認為這樣 我剛上任5天你用99年的標準 我是認為這樣不好啦 我是認為齁 我們是很高興黃議員的關心 不過很可惜過去8年 黃議員 我們沒有做 如果過去8年黃議員 你用今天這種結構的態度 我們不分黨派 黨是把中央做 市長我也努力啊 我在這邊也這樣跟你建議 你這樣講啊 但是我想這個部分 我也是這樣做啊 我是市議員 你是你也一樣在國民黨裡面 是一個最優秀的 國民黨栽培的新世代 你是親公會主委 你是有很有影響人 我感覺你就沒辦法影響 民進黨的 國民黨的中央 但是我跟黃議員說 如果這818億 我們會繼續跟主席處 主席總處 我會跟他討論 說這個部分 在過去媽政府的時代 這個部分 有什麼要怎麼圓救 所以我們 明確就是差 因為那五天的基數 沒錯嘛 這個部分 那基數那就差很多 結果就差很多 100年的標準 跟99年的標準 就差很多 那另外 這個部分 我會繼續努力 但是818億 你說過去媽政府 八年 欠給高雄市政府 818億 你說新的蔡英文政府 你就叫他 818億 818億 可以主臉嗎 主臉 這我是覺得齁 主臉也可以 今天高雄市的債務 是從 蘇南城當市長 累積到現在 不過我們如果說到我們的負責 也要說到我們的財產 今天我們的所有 這些財產都知道 一條都買一條 都是學校 都是道路 那個市場 沒有中轉價值 財政各項 沒有 我認為在財政各項 包括天下雜誌 對全台灣各縣市 高雄都是中斷版不是全國最糟 但是我負債最多 負債最多 今天負債你能夠真多 我承認 但是這個部分你在三人選的市場 問題是現在你當市長 你不要都推給 你不要都推給蘇南省 我都推給現場庭 我跟妳講 以後的市長也會說是你啦 所以現在就不需要講這個問題 因為你當市長你就是要承擔嘛 所以我們現在收斂就是 818你要怎麼去要嘛 國民黨沒有做好所以國民黨下臺了嘛 現在讓你們出來我就要看你們怎麼做嘛 這樣很清楚啊 但是不是看好戲的心情 不是看好戲啊 我們是很努力在做啊 我努力在經營有財政問題我一直每年都在監督啊 我們也很努力啊 對啊對啊所以我也努力所以我鼓勵你去要啊沒錯吧 謝謝 好那325億的那怎麼去要 勞健保會當時 勞健保會這個部分都在跟中央 過去勞健保會的補助不公 那我們要求中央用共同 用這樣的標準對高雄市不利 那你覺得你有把握可以要多少回來 我沒有這樣的把握我想 市長你講話一言九鼎你一定要有把握才可以出手 哪有一言九鼎你黃議員你在國民黨的 不是議員而已我不是市長 沒有啊你是國民黨親公會的主委啊你最有影響力啊 所以市長那320億你覺得你可以要多少 我會我不知道我會努力 我會站在高雄市的立場 只要對高雄有利我就不放棄 市長你請坐我也跟你一樣的立場啊 我如果沒有這個立場我怎麼今天會跟你談這個 我也希望我們把問題挑出來 我也知道因為那五天 那你的認知就是差了818億 對我來講我也希望818億回到高雄啊 對我來講如果勞健保不公 我也希望他補足高雄 但是為什麼不公他一定有原因嘛 那有一些不是我能了解 我也跟市長報告我是高雄市議員 我沒有辦法到立法院去 但是起碼我真的很關心這幾年我想 財政主席的了解我當年我都在關心這些問題 我一直也跟市民講 不要認為城市不會破產 美國底特律就破產了 好不要這樣覺得啊因為我們的債務我也跟大家講 這3000億等於什麼 這3000億等於新北市加台北市的債務 這3000億等於台灣省16個縣市加起來債務就是高雄市的債務 就是這樣啦 所以我也希望當你會去講中央少給你320億你就應該要有預算 說我應該站在我的立場站在法律站在各種 我可以去要多少回來 不是丟一個問題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啦 接著 高雄市民需要什麼 生活的大紅包 我也希望市長能夠發揮一個影響力 事實上高雄目前並不是低房價低薪資啦 事實上以我們的薪資 來看我們很多的房價相對是偏高 但是房價那是一個市場機制啦 我們也沒有去大的一個 製作說他一定是多少 但起碼 我們怎麼努力 去把薪資拉高嘛 那麼如果我們花同樣的上班時間 高雄的薪資遠不如台北 以前還可以用收入不高 還在房價物價也不高來自嘲 那現在 市長 這是研考會 研考會主委在這裡 他委託的 高雄市大專院校畢業生趨勢之研究 高雄青年的月薪比期望值少了4000元 那麼高雄月薪也比全國低了5000 期望少4000 那真正的少5000 那麼 蘋果日報更指高雄人 為什麼 25K以下我們還是覺得很正常 這是主計處的研究報告 那麼我們目前的薪水狀況 那麼現在高雄 並不是低房價低物價 那麼 蘋果日報也調查了 高雄五年來 每瓶成交單價已經從12萬 點68 然後漲到16萬 然後漲幅達31% 那麼 總價也從606萬 五年後漲到754萬 漲幅也有24% 那麼高雄市的 房價漲幅驚人 但是物價也一直上升 那麼調補薪水根本趕不上 那麼 市長 我想我們這個社會有很多正義 那麼這個生活正義就是 我以前 都是說高雄的 低房價 低物價 歡迎大家來 雖然我們在薪水 大家趕快還是可以過 可是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 不是低房價了 但是如果我們不想辦法 把低薪資拉上來 事實上 要在高雄 生活也不容易啦 那麼 我提到了 我們要把高雄的那個 低房價 低薪資能夠拉高 那就是要好 很充分的就業機會 那我提到了 中而言之 還是在哪裡 還是在工作 啊我最近 我一個博士班的學長 畢業 他 他在 他的題目就是 談論貧窮 他說貧窮啊 我們一般看到物質的貧窮是可怕 但是 其實 最可怕是 知識的貧窮 因為知識的貧窮 他沒有辦法讓他自己 去突破他的現況 他沒有辦法讓他自己 找到一個好的工作 因為他本身也不願學習 然後因為這樣 他 可能就 月生活不如意 啊了 怨天怨地 不工作 然後慢慢的 他就 人生他就往下 是下 下的一個循環 可是一個 知識貧窮 我們如果把它列入 一個 我們目前 在施政很首要的 從改變觀念 然後給他很多就業機會 事實上我們看到相關局處很認真啊 勞工局也很認真啊 辦很多的媒合 那我問過一個 他說他一年媒合一兩百個 我說這都好事 因為媒合一個 就可能救到一個家庭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全部救 但起碼一個一個救 能救多少算多少嗎 我們大概 能做 那我覺得這都是好事 所以 我們在高雄正義上 我們怎麼讓更多人 市長我也一直 來跟你報告說 譬如說 我們三民區果菜市場 那最近也有在抗爭 但是我覺得 有一些是對的 前幾天他們來找 有人打電話說我去關心 我就跟他講 我說 你們那個土地很早以前 就變到高雄市政府 你們為 就是換一個 換一個 你們才有機會嘛 那如果沒有 誰敢 把土地給你們 那是不對的 我也跟他講 我兩年前就跟你們講 你們去換一個 只有這一招 其實他沒有辦法 好 那你像市長 這我也是 一個心情就是說 我當然希望你們的權益 能夠確保 可是如果你明顯 抵觸法律 那怎麼做 對吧 這一個 所以果菜市場如果 路打通 那個北側做好 南側 我們也不一定 把它當作肉茶 來賣 我一直覺得 我們高雄需要很多 可以創業 讓很多人來歌雄 不是只是這個 生活正義 還包括 我來歌雄 我今天要來歌雄 發展不論是創業也好 不只是創業 創業要輔導 因為 我也跟市長 我的觀察 創業如果沒有輔導 百分之二十五成功 只是創造七十五的 比以前比較散的 這樣也不對 要輔導 進發局責任就會比較重 怎麼輔導很多人 不論他是 各行各業 他都願意來高雄 我們給他一些基本的 一個設備 譬如說 一開始租金比較便宜 我們有銀行 我們有專業的 結合南部這十幾個 大專院校 給這裡的高雄 我們給他們不同的輔導 讓他們未來 能夠有競爭力 事實上我們高雄也有很多 很優秀的 我曾經跟一個 企業家聊天 他說他 不過用三十年的 努力 他們爸爸三十年前給他十萬 他現在營業 跟我們高雄市的稅出差不多 做一千多億 橫跨馬來西亞 美國大陸 還有台灣等等 所以 我就問他說 那你成功的重點在哪裡 他就說資本投資 他說他賺的錢 幾乎都繼續投資 而且是資本投資 因為越投資越多 他就形成一個 正正的成長 好 那回到這裡 我也希望市長 我們在 生活正義這方面 我覺得 我們高雄要吸引的是 玩意 來高雄打拼 如果高雄成為一個 創業之都 我們就輔導 我們也有高雄銀行 專案比較低利的輔導 我們有技術的輔導 那高雄這個地方 過去我們水上 避起來 我們的生活成本 比北部也相對低 讓他們好一點 讓他們大家來 譬如說果菜市場 牽條 南側這堆一堆 能不能一部分來使用 包括我一直在提的 這個屠宰場 本來就宜種工業用地 快要拔走 沒人家在家在台地的 環境也不好 衛生也不好 我們把它牽走 我們把那個區域 看怎麼 我們自己要編預算也好 有人來BOT也好 我們就讓他 能夠成為很多人來創業 事實上創業不一定年輕人 那有的 很有經驗 他也很有錢 只是缺一些動力 如果年輕人要合作者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讓很多人來 我覺得我們應該提供這個場域 這些人來 他都有繳稅的能力 我們要吸引的是 有繳稅能力的 我們要吸引的是 有消費能力的 對不對 如果我們來 都是要來領社會補助的 我們哪有辦法 如果來高雄的每一個人 只是來領補助 那這個城市財政負擔會很大 我們應該是吸引 要來創業的 要來二度創業的 要來打拚的 那高雄會是個好的發展 這是 本席一直很努力 也 也希望去做 我覺得這個城市應該 要很有生命力 因為 你看我們有高雄港 然後有高雄港 然後未來 比如說自由經濟示範區 如果能夠通過 那我們這個交通 也蠻便利的 然後產業腹地也夠大 我一直覺得高雄 很有希望 這是我們在努力的 所以針對 這個部分 不知道市長有什麼看法 請你答覆 謝謝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有很多好的觀點 我基本上 都是認為這個部分 只要對高雄未來的發展好 我們不僅是欣然接受 事實上能力的方向 差距是不太遠 不過我願意跟黃議員 剛提到說高雄薪資 比台北少了五千 五千塊 那根據我的了解 大概相差是一千八百多 當然 那會不會調查 原考會調查 原考會以那個引用的 你們同樣的調查 我所了解 沒有關係 原考會是引用各個人利銀行等等 總而言之 我會覺得說高雄市 怎麼樣子給年輕人有創業的機會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都在努力 那我會認為說高雄人口 用副籍 應該不是來估計 高雄人口唯一的一個方式 我們高雄市有配偶的問題 有金門的問題 很多配偶人鄉親 我小孩 我只要定期在配偶 我只要定期在金融 要帶高雄生化就對了 但是他們都在高雄生化 按照整個勞保投保的人數 高雄人口是增加 但是我想 但是黃議員提醒我們這個部分 高雄市政府的團隊都應該 都要借慎恐懼 我們都應該要注意 說如果高雄不能夠吸引年輕人 高雄這個城市 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應該要檢討 我們現在一直在跟 不管是我們高雄市的經濟顧問 何美業 何潛部長 跟 新的經濟部長 我們認為說高雄市能夠給年輕人的創業是什麼 所以黃議員剛有提到 說我們應該有一個給年輕人的一些空間 機會 那現在我們的計劃 都在做 規模 夠不夠大 吸引 夠不夠大 啊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在檢討 我們認同這樣的方向 這個城市 應該給年輕人有機會 有創業的機會 高雄市政府 包括高雄銀行 包括吸引年輕人來高雄 我們認為 讓他們美夢成真 我想這個方向 我覺得市府的團隊 相關的基礎 我們都應該要更努力 市長 請坐 那接著本期要提到 高雄的石化產業 石化產業應該何去何從 那為什麼要提到 因為 每一個石化產業的投資 可能都是 好幾百億 甚至有的上千億 那到底高雄 適不適合繼續發展石化產業 那我們 石化產業分那麼多 我們到底能做幾類 是我們可以做的 那這裡面就很多可以討論 譬如說本期現在列到的 我們南台灣的產業政策 以國家整個台灣來看 我們到底高雄 應該負擔什麼角色 然後從這個角色再來看 第二個 我們在發展這個角色 過去 我想 更多市民都知道 高雄過去就是 中工業嘛 中鋼 中船 中油 全部都在這裡 甚至火力發電廠也在這裡 這個每一個 東西都是會增加 PM2.5的 市長 我跟你報告一下 高雄市 經常 PM2.5超過7 那個對身體都不好 如果 你能夠了解 當那個 PM2.5越高的時候 你常在慢跑 我想 可能是慢性自殺 所以這也是要注意 我們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解決 所以 百萬市民的健康與發展 我們應該怎麼去考量 我們過去 我有一次去公視上一個節目 然後 他就談到 那因為 我比較好心 我就告訴你 你要回 高鐵站 我用我的車載你 我在車上就問他 他說 民國六十年代 那時候 台灣政府去美國招商 他的標題是 我們這裡不用環保設備 不需要環保設備 你有生產設備 你來這裡生產 環保不用考慮成本 這是不對的 事實上 我們還是很多 邊際成本 健康 環境污染 這都是我們的成本 如果說 我們賺了一些稅金 創造一些就業機會 可是我們大部分的高雄市民 身體健康都不好 我不知道市長 我們知不知道這個調查 高雄市平均的比全台灣 大概少一歲 小港附近的比 原高雄市平均 大概有少一歲 那換個角度 在小港大人部的人 附近 大概比全台灣 像平均減兩歲 那就是空氣不好 每天在那邊 雖然也不好 所以第二個 我們 百萬市民的健康跟經濟發展 我們應該 應該也要 一併放入 那第三個 這個轉型正義 包括 環境正義 我們對環境 事實上我們都會離開 我曾經聽 內政部長李鴻遠 他說啊 他前內政部長 他說 台灣能蓋水庫的幾乎都蓋完了 那以後如果再缺水 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開始 朝水質 進化啦 各種角度 節水啦 我們很多的工具 我們怎麼上游保水 中游制洪 下游防洪 我們怎麼面對這個 這個大雨來的時候 那同時我們怎麼把這些水 節流下來 這東西 政策工具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所以第三個 轉型正義也包括環境 我們怎麼善待這一塊土地 我們怎麼對未來子孫的環境交代 如果我們現在所做的決定 都是會污染 甚至超過我們未來 技術所能控制的 那這樣的產業是不是應該我們要發展 那第四個 我們需要繼續犧牲高雄來成就台灣 如果 我們背負的 是這種的壓力 你一定要在高雄發展 這些生出來的空氣都賣 還有很多微塵 微服成立等等 我們要繼續做嗎 那以後做到什麼 那第五個就是 那如果討論到這裡 那石化業的未來是什麼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應該要討論 討論什麼 能不能做 要不要做 做在哪裡 怎麼管制 他應該是有政策性 而且可能也不是 一年兩年就可以解決 我覺得這是市政建設就是 一棒接一棒一直下去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開始討論 我以前 曾經聽過一個都發局的廣告 那是好多年前 他說 那個 大林浦 應該不是大林浦 那個 紅毛港千村 歷經四十年 終於成功 那我不知道 聽到這個廣告 不知道是高興 還是應該要 悲傷 是不是這樣 我們應該要有方法積極去面對 我們人生有幾個四十年 所以 我今天會在這裡跟市長討論這個石化產業的議題 就是說 我們不是說反對 也不是說一定贊成 那你 你也說公開說要應該徵求很多市民公民的意見 大家來討論 那我覺得 未來的環境 我們現在應該要 更多的座談 更多的溝通 因為 你說 一定要規劃一個石化專區 我跟你說 我們把擁有的人也不必來 成本又浪費 又製造更多的資源 沒有效率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跟業者有一些討論 甚至 有人在講啊 那你人大工業區 能夠再做幾年 他現在我們都不能再 再增興設備 也不能有擴大產能 那你未來還能做錢 那五年十年後 他的設備都不行了 而且 如果我沒有 看不到未來 你想他會再繼續做資本投資嗎 大概很難 現在我們也是一樣 可以用 可以賺幾年賺幾年 後面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怎麼去面對 那我在這裡是提醒師傅 應該 應該要有一個 譬如說論壇什麼的 沒有關係 就應該要去討論 未來高雄 有沒有 我們還需不需要這樣的產業 那這樣的產業對我們邊際成本 一定要考慮進去的 我聽說 犧牲環境 犧牲一些健康 對生活 對各種的一個傷害 這些邊際成本 一定要在考慮 我們不能只是看到 有稅收 總公司簽到高雄 然後有稅收 然後有就位機會 啊村的呢 村的我們也是要去看 所以這五個問題 包括 未來我們高雄 要不要這樣做 然後做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市府應該在這個領域 應該可以擴大 也讓廠商的意見 讓公民的意見 讓環保團體的意見 大家來共同討論 然後來做決定 如果什麼是可以做 那以我們現在的科技水準 是可以克服的 那當然有就位機會 有產業進來是好事 我們不能什麼都不做嘛 大家不要做最簡單 最簡單的決策就是什麼都不要做 那這樣又不對啊 應該是 我們什麼東西是可以控制在我們可以接受的範圍 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能力是可以克服 然後他又有價值的 那如果我們產生的 我們石化專區 吃東西哪有 你做的都是低階 做不到工 我們做到要做什麼 就像加工出口區 如果他不能 不斷在生殖 他所做的都是 炭工錢的 這個大概沒機會 在台灣都沒有機會了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觀念的一個提升 市長來請你答覆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高雄的石化產業 何氣何醜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場 過去中央產業的佈局 就是高雄就是一個重工業區 導致今天 我們付出很多代價風險 也就是說今天 包括很多我們的 一個環保團體 到底經濟發展重要 到底環境的正義重不重要 環境一旦破壞都沒有辦法挽回 這個當然都是討論 不過我想就是說今天高雄市 在後進武清的遷移以後 那到底 我想我們高雄未來的發展 到底大林埔要不要遷春 這個部分 都是如果說今天我們高雄市一定一個方向 未來的發展 如果是重污染 如果產業沒有升級 沒有提升 沒有高層的話 沒有高層 我們絕對不會支持 我們絕對不會支持 那我會覺得說 將來 不一定是一個石化的一個專業區 是一個未來我們綠色材料循環 就是說原來高雄現有的石化區 他們有很多未來綠色材料 有什麼樣的一個 高質化以後再利用 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都願意跟中央的經濟部在這個部分 嚴肅來討論 我們也願意開放在這個部分 不管是大林埔的千春 或者石化業的核氣核從 我們願意跟環保團體 包括跟議會 還有業者 大家嚇者 大家共同來討論 但是你如果繼續污染高雄 還好高雄像我們的石化爆炸 我想沒有一個人承擔得起 如果是安全的 如果是低污染的 如果是用科技的方式 可以 減少 不會對人民健康的損害 這個部分 我想現今全世界有很多 石化產業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觀摩了解 如果別人做得到 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都願意用一個最開放 大家一起來看 高雄未來石化業 他的方向在哪裡 謝謝市長 那我是覺得 這種問題就是多討論 而且要事先 而且頻率 值跟量都要夠 因為 他這個是一個 談的是一個產業 對企業來講 他可能是幾十億幾百億的投資 我們不希望看到 有很多投資案下去 做到一半 那個不行 那這樣對企業也是傷害 這樣也不對 那我覺得應該是事先討論清楚 能做不能做 做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去討論 那我也覺得 高雄市 我們也歡迎很多企業來投資 那要陳如市長提到的 你來投資的 是對我們的污染 不要那麼大 甚至要怎麼去控制的 又能創造產業 又能創造就業機會 又能有稅金 當然那是我們要 這個部分 人也沒什麼要放棄 譬如說美農 等等 那麼 我們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大概有四個 一個是水質的安全 我這邊寫的 事業廢棄物 農藥污染 那第二個是缺水 高屏息枕置 地下水的補充 然後老舊管線的 事實上 你知道我們那個 自來水的漏水率 還算蠻高的 然後管線的污染 因為 有一些管線 過去還有那個 很早以前 日據時代 甚至 三十幾年 自來水管 到現在還在用 等等 這個當然這也不是 我們全 只是說 我們應該把問題 點出來 然後怎麼解決 最後 我們的新科技的一個引進 那在這裡今天因為 時間剩四分半 我跟市長提到 事業廢棄物跟農藥污染 事實上 我不知道市長 應該 這個 陳副市長在這裡 有很多環保團體一直在提到 高雄最近有幾個案子 那譬如說 好幾個案子 譬如說有的在 旗山 那 馬頭山 然後有人說 那邊是水源區 那為什麼要做 事業廢棄物的掩埋場 那我想我在這邊 我也質詢過市長 我覺得 我們相關 我們相關當地 有沒有去嚴格 有把關到底能不能 不能的原因是什麼 能的原因是什麼 好 那我覺得像這些都應該去討論清楚 而且讓民眾覺得 政府是有嚴格在把關的 譬如說 有什麼 鐵線工廠 譬如說有什麼紙器等等 我覺得 像這些相關環保 有說我們 有一個觀念 盧市長提到了 環境的破壞以後 要再回來是很難的 很難的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 在這些包括 怎麼可以等他來開發才做呢 如果他要二十年才開發 那等於一個毒藥放在地下 讓他滲透二十年 那是不對的 是我發現你是污染控制場子 我就要求你限期改善 你要把好的地上 不是你要開發 我問你 如果三十年以後 你是養地的 那我們附近土地不是被你污染光了嗎 所以我用這個例子要跟市長 來做說明跟報告 就是說 我覺得針對這一些民眾有大量疑慮的 應該要更積極 溝通 然後說明 甚至 公民團也會 我覺得 只要我們站得住腳 我們都不怕人家說 我們心中很坦蕩 就像 我面對十全國賽事 我的態度從頭到頭 我都很清楚 我沒有 猶豫過 我也沒有 遲疑過 我也沒有 演什麼兩手 我都不需要 我覺得人就這樣 才會自在 所以在這裡 這個立場本期也一樣 我們針對這一些 我剛剛提到那幾個 你們覺得有問題 我覺得更應該積極的 只要有團體來抗議 我覺得 和人講嘛 了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是不是有一些 我們還沒有想清楚的 我覺得這方面是應該要做的 市長你同不同意本席的看法 謝謝 高雄市對任何的一個環境影響評估 都不是市政府 市政府只是 主持這個回憶 市政府的官員 相關的立部 很少 大多數都是外面 所有委員 外定委員 這些委員 委員都是非常的專業 都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 我可以 或者誰可以 左右影響他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的嚴謹 加強一下公民的論壇 對 那個說要投訴 連討論都還沒討論 都還沒有 但是但他到底是不是水源區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 的水利局環保局都有公開的答覆他 是不是水源區 但這個地方能不能做 我現在都還沒有進入 我這個在進入環評 討論的期間 白頭山 環保團體的代表 他們都可以在那裡 唱首議員 都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 那我只是願意跟黃議員表達 這個部分 是非常的嚴謹 我不是市長可以決定 不是我可以 影響 賣 我都沒辦法 這就是 尊重專業 尊重專業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 同意要跟大家 繼續溝通 讓大家更了解 謝謝 那我想 我也沒有說 一定可以一定不可以 因為我也不是這份專家 我的意思是 應該要讓他更透明 讓更多的 團體的意見 多溝通 就現在公民論壇很方便嘛 就讓更多的意見 會期 搞不好有一些 我們香港沒想到 也不一定 那我覺得 這樣來加強 我想今天 在這裡也跟市長 舊教就說我覺得 屬於高雄市的權益 我們應該努力來做 那過去 我沒有做好的 如你指教的說 我沒有發揮影響力 我也向你致歉 但是 我也是真的很努力在做 我也盼望 我今天提的這三個紅包 能夠在短時間的 有一些結果 也不一定 謝謝黃議員 休息10分鐘